部分的话你们可以找一下开放资料 那类似台北市的住宅切到点位资讯的这种形式 但是呢里面必须要有一些就是我们上课教的 当然我有一句强调就是期中考之前 期中之前基本上呢我们学习的重点就是以色列的函数 所以你可能要思考一下你找的那个范例里面呢 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延伸应用函数部分 那当然呢有可以简单的有可以复杂的 可能就是还是要自己去找 那其实可能会花比较多时间应该是要找那个题材 你有兴趣提前因为政府的开放资料给的非常非常多 但是哪一些是可以拿来当报告使用的 恐怕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其实我后面这边有聚集跟BBA 但是我有画一个删除线 其实主要原因是说这两个选项是 就是量力而为啦 因为我知道有些同学对于那个程式真的是不在行 而且甚至完全没学过的话 那没关系你可以针对自己比较熟悉的部分啦 但是至少一定要有的就是函数 还有枢纽分析表跟枢纽分析图 那枢纽分析表枢纽分析图 你看要不要做成上个礼拜讲的那个部分啦 如果你觉得塞太难因为真的还蛮难的 但它是很有用啦 因为毕竟将来如果你工作上面 如果能够把它变成自动化一个流程 那当然效率绝对是快太多 快非常非常多啦 那现在业界最需要就是要会这种自动化流程 那当然背后其实就是层次的这样的人才 所以我是建议啦 如果可以的话你慢慢慢慢的话 可以把就是 禅数到枢纽分析表 然后到聚集录制 再到VBA 那后面我有刮斧啦 就是聚集跟VBA 其实加分的部分 当然如果你假设做的越多 然后呢 另外你做的相对是比较有点深度的话 当然给的分数越高啦 反之当然如果你做的太一般 或者是说做的变化性不高 那当然给的分数自然而然也就没有那么高啦 像我发现蛮多同学不知道要做什么 最后好像就挑一种 我是坐台北市住宅窃盗嘛 有些同学做那个 因为他骑摩托车 他说他做台北市机车窃盗的那个资料 或者是有骑脚踏车的 他自行车啦 他也不是不行 只是说相对之下 简单一些些好像比较没有什么创意 如果你有多一点变化啦 可是你要多一点变化 其实花的时间会比较多一些些 那另外的话呢 你可能要稍微说明一下 就是说你为什么选这个选题的原因 还有设计过程 甚至心得的撰写 把它加到Word上面就可以了 最好如果你有做完呢 你可以截图啦 比如说你做了一些资料 你可以把它截图一下 那另外的话呢 这个心得部分的话 我是建议啦 如果你实在是有做 但是没做出来 也没关系 你可以说一下 比如说你可能挑哪个题目 做了半天 然后最后发现走不下去 就是没有办法用这个题目的话 没关系你可以说一下 不然的话你做了半天 结果你完全都没有得到任何的这个效益 好像似乎也说不过去 或者说你可能遇到问题 那问题在哪边 你可以再会说明一下 OK 你是可以 我是允许就是说 你是遇到问题 但是暂时解不出来 暂时解不出来 但我是建议啦 慢慢学慢慢学 也许将来你任何问题 都可以快速解决 但更好了 OK 那后 最后的话 可以对啊 我有没有 你可以说明一下作业的困难点 还要解决问题的各个项目 就是你到底解决 你遇到什么问题 也没办法解决 没办法解决也可以说 那你也解决了也可以说一下 解决了表示说你真的是 有用了一些心思吧 表示说你真的花蛮多时间的 但你怎么解决啦 其实我以前可能用Google吧 Google现在好像有的时候给的结果 变成你要找一堆的网站 但是还是没办法打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用ChargeBT 用AI 甚至AI现在也蛮夯的 那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 我是觉得 我自己是用了心得 我是觉得倒蛮OK的 但是前提就是说 你要懂得如何问他问题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 不太会问问题 因为你不会问问题 当然他给你的答案 也相对的 不太会是你想要的结果啦 那当然主要是希望 各位借由那个一个练习 去找到真的原始的Big Data 因为那个其实也是 犯Big Data的一种形式吧 而且是政府提供的一个资料来源 我是觉得可信度 应该也没什么好挑剔的 但是就是要花时间 我是建议啦 最好找那个跟你有关联性的 比如说你假设你要生活上面会用到的啊 或者是说你可能找你的原生居住地 比如说你可能不是台北人 你可能是找外县市 比如说你是台南人 你可以找台南的相关的什么什么资料 我觉得倒也是一种去探索 那个各个县市的一些 你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一些 一些处理资料的一种方式啦 那当然结合我们这个课程 那延伸来跟各位讲一下 就是其中报告 那你们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因为我们只有举个例子 那例子其实我是觉得倒没什么问题 可是将来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我大概说一下 第一个这开放资料应该知道 关键就是开放资料吧 然后你第一个就是 那我是建议你除了可以用类别 这边一堆嘛 比如说你可能对于生育保健啦出生 因为现在这个少子化嘛 如果你想要知道各县市 到底哪一个县市它的出生率最高 因为一定不是说全部的都高 也不是全部都低啦 那到底哪边高哪边低等等的 那甚至是求学啦 进修啦 甚至服兵役等等的 你可以从类别里面去找 那其他还有哪一些方向可以找 一般我习惯会找那个资料级 里面的话有个全部资料级 那比如说啦 他跟各位讲过就是说 如果你要找的档案格式 比较建议用CSV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资料 全部资料级这边有按照 比如说它的机关嘛 中央跟地方嘛 这边一堆 然后呢还有常用的类 常用的类别跟那个分类 它有一堆分类嘛 这个分类感觉好像跟刚刚那个 主页上面看到很像 或者是说你可以从那个什么 档案格式里面去找 那因为呢里面 档案格式最多的 你可以看到叫CSV 那这个CSV的话 实际上就是副党名 就是要点CSV的格式 总共有4万3千多种 那你找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不过可能会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说 这个CSV 可能你的电脑 如果好像不是Windows 11的话 它会有乱码问题 因为我不确定 我们这个环境是不是最新的 如果你假设你下载的时候 发现有乱码问题 那其实要怎么解决 我大概说一下 所以第一个啦 你们可以找CSV 这边点下去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CSV里面 它就会把所有CSV4万多种的相关资料呢 都帮你把它排列出来 但是它预设的排列方式是按照上架的日期 由新到 可是我如果想要知道说 哪一些资料是最受欢迎的 我希望浏览次数 也许浏览次数有多到少了 你可以看到 那当然最受欢迎的 浏览次数最多的好像就是第一 第一个为什么宜蘭的停车 可能在宜蘭很难停吧 我在想 然后还有是什么 逼码方式 应该可能乱码问题 然后还有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统计表 为什么这个我也不知道 反正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延伸去了解一下 那其中的话 当然我比较兴趣的 可能在第二页吧 第二页里面我记得 这边好像有一个什么 比如说像人口密度好了 我想知道到底全台湾哪一些县市人口密度最高 比如说我想要知道前十名好了 到底答案就在这里 你可以自己找 或者是说 如果常出国的话 应该会蛮关心就是Wi-Fi热点 因为有的时候 如果你假设出国 你手机本来吃到饱 但到国外可能没有吃到 或者外国旅客来台湾 他想要用Wi-Fi的话 那到底哪一些县市的Wi-Fi最多 比如说这个好了 假设你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话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资料你能够拿来用 第一个当然是CSV 所以你可以看到旁边有个CSV 第二个的话他除了提供CSV之外 他还提供有个叫Json 这个Json格式的话他其实蛮复杂的 因为当然我是建议你用CSV 不过CSV点击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有CSV的资料 那我把它下载下来给各位看一下 点击它之后的话 那这边下载了 不过呢 如果你假设预设用Excel来开的话 因为它这个Excel的这个 CSV的那个编码方式 我记得好像是用UTF8 所以如果假设你的版本并不是最新的 有可能一打开之后会是乱嘛 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电脑是最新的版本 所以不会出现乱嘛 但是如果假设你的电脑打开发现其外怎么里面都是乱嘛的话 那可能记得如果假设你的电脑打开来之后发现有那个乱嘛的问题 我建议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不要直接下载之后直接点开它 你可以换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先开Excel 然后再到Excel里面有一个叫资料 资料里面也有一个叫什么 从文字斜线CSV 也就是说啦 如果假设啦 因为目前我们电脑环境是最新的版本 所以打开刚刚那个档案不会有乱嘛问题 可是如果你的环境 比如说你自己家里用的环境 可能不是Windows 11的话 或者是Excel不是最新版本 那会变乱嘛 如果是乱嘛的话 记得另外一个方法 不要直接点开来 你可以换个方式 先开Excel 再到Excel里面的资料 找到这个什么 从文字的CSV 然后呢 用这个方式去找到那个档案 比较麻烦一点 但是你可以解决刚刚那个问题 就是乱码问题 因为这个 比如把这个打开 汇录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呢 汇录之后呢 上方就会出现 这个编码方式 那就是用资料 从文字CSV最大的差别 就是说它可以帮你侦测那个编码方式 有没有发现 它是UTF8 所以如果假设 你的这个可能就是 因为我们这边电脑 没有发现乱码问题 如果假设你的电脑是乱码 那你可能记得 可以用换个方式 那这个时候当然 差别是说 你直接用载录就可以了 OK 那这样的话 资料就帮我载录进来 那载录的时候呢 有几个差别 因为它是连线的关系 所以这个可以把它关掉 那它会自动帮你把它变成表格 所以如果你假设 如果真的不想用表格的话 其实你还可以转换成范围 把它转回来 转回来的话就是说呢 让它变成不具备有表格的那个样式 那但是它还是会有这个什么 它好像有样式吧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样式 一般我习惯是把它清除 OK 清除的话你会发现 清除特别是说 在这边 这边有个叫清除 然后它会恢复黑白状态 再来的话你也可以把它改回原来的范围 然后按确定就可以了 它会把它回到不具备有表格 那个表格其实有点像资料表 其实差别应该目前不大 因为你们假设没有把它当资料表来看待的话 应该不影响 OK 那移除之后你会发现 最大的差别就是上面的那个筛选功能就移掉了 你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呢 我们看Wi-Fi热点 它总共的话 它提供几个栏位 A到F 六个栏位 那有哪些栏位 你会发现第一个主管机关 第二个是地区 还有第三个是 它这个热点的名称叫什么 然后还有地磁 还有精度跟纬度 那其实 这个其实也可以拿来当一个练习 你如果假设统计 什么呢 统计什么呢 地区有没有 哪一个县市 热点是最多的 比如说热点前三名的话 应该哪三个 不过应该猜一猜出来 我猜应该是台北市应该最多吧 其次应该 哪里 台中吗 再其次应该高雄 再其次台 那不是六都吗 这个很快可以查出来 另外的话地址 哪一个区 比如说你假设你只是希望找什么 台北市的哪一区 那如果你假设你要再统计台北市哪一区的话 你就可以先把台北市的资料先取出 然后再把这个资料里面的区找出来 你就可以去分析 到底台北市十二个行政区哪一个行政区的WiFi热点对做 其实我也不知道 不过答案就在这里面 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用这个其实就不需要用任何函数 但地区地址可能需要 有点类似 甚至我们的路、7AA 这个其实也可以用之前的方法 但是好像应该比较单纯一点 因为它其实前面好像都是区 之前好像有零、有里、有区 所以比较复杂 那如果你假设要做台北市 到底十二个行政区哪一个行政区 WiFi热点最多的话 那你其实可以什么 可以插入枢纽分析表就可以了 然后呢 它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它总共好像有到F欄的多少 九千多 九千八百零 所以全台湾应该等于是 九千八百零六个WiFi热点 我想知道一下WiFi热点 到底哪一个行政区最多的话 第一个你可以用插入枢纽分析表 第二个的话你可以把那个 应该第二个栏位把地区 直接拖拉到列 你会发现 它就自动帮你把它移除重复 那再来的话 再把地区直接拖拉到值 它就自动帮你把WiFi热点 里面的数量统计出来 最后如果你要排序的话 你就直接把这个游标放在B4上面 然后资料里面不是有Z到A 排序完了 原来我想的不一样 原来WiFi热点最多的 并不是台北市 而且台中市还遥遥领先这么多 出乎我意料之外了 所以假如你们到台中的时候 到处应该都有WiFi热点 所以这个我倒不知道 到底在哪个地方比较多 其实如果你假设要统计一下 比如说我刚刚提到 像台北或台中 你们如果要延伸去找到 甚至你最后只要留下前五名 你可以列标签这边 值得筛选 前十项 你甚至可以把它改成五就可以了 那就会留下前五项 最后可以针对这个 去绘制一个什么 枢纽分析图 然后用直条图 把这个图你自己再把它稍微 再做个表面 有没有 马上统计出来了 你就可以说 原来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原来这个WiFi热点最多 其实当然你要做观光 你说真的 为什么日本人 最近来台湾的数量 好像递减一半以上 好像反而 现在韓国人来台湾相对是比较多的 我是觉得原因 你必须要营造那个环境 你去的时候 你要能够旅行得很舒服 你才会感觉到 下一次我还想再去 如果你去一次 你就觉得那地方真的是很不舒服的话 那当然你怎么会想要花钱再去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我可以看到台中好像似乎这个地方 不过台中 我是觉得去旅行感觉也蛮好的 因为他好像做了蛮多事的 然后其次才是台北 台北跟高雄好像蛮接近的 所以显然好像台北是这个地方 我觉得应该再加强一点点 因为并不是说所有的人 都有吃到饱 当然我们自己在国 自己 这个我们是都会有 应该都会办吧 但是外国人可能就不是这样的 但是我蛮意外的 虽然第四名 虽然是 不是 我原来预估的台南 也不是 桃园 而是什么呢 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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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感觉好像就是 不是很会想要去的一个县市 不能这样讲 没有特别的意思 这是比较少去 因为每次去 大概去吃肉丸 还是吃什么 吃月饼 OK 但是会感觉到好像就是 有一些建设好像似乎 就是没有跟上的感觉 有点历史的那个 尤其是你去彰化车站 你感觉这里感觉有那种 蛮怀旧的感觉 OK 那再来是花莲 OK 你说老师 如果我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 比如说我想要进一步了解 到底台北哪个县市 哪个行政区 它的那个Wi-Fi热点最多的话 哪个行政区最积极 这样怎么做 你可以快点两下这个数字 它会把台北市 在所有Wi-Fi热点里面 通通把你独立筛选出来 所以你快点两下 你会发现呢 有没有发现 这个是原来的工作表 这个你可以把它改苏纽分析 你点两下之后 它会帮你把这个869笔的资料 全部都帮你把它另外独立出一个新的工作表 所以这869笔就在这边出现了 OK 那你当然可以把它改成叫台北市 这边可以再把它改成什么 台北市的Wi-Fi热点 这个台北市的台 可能要小心一下 这个名称 如果你打那个简写的台 应该是找不到 OK 一定要是打这个台 OK 那你会发现底下就是只有变台北市的 至于台北市 它的Wi-Fi热点哪里最多的话 你可以再去细部去查 比如说地址的部分 一样 像这个地方你就可以 所以在之前我们做过 地址的右边插入一栏 有没有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 不过你会发现 它出现的是一个表格 有没有 所以它会是栏一 自动会帮你给一个栏位 你也可以什么 我的习惯 因为我不喜欢用表格 所以我把它清除 然后我会把它转回来 原来的范围 然后把这个名称改成叫区 有点类似像我们之前做的区 有没有 然后你就可以再利用什么 插入函数 里面的话 用什么 用MID 然后去取得什么 取得它 欸 不过会不会有问题 因为它前面 有的区块应该都3 那应该没问题 所以 如果你要取得什么 取得区的话 那就是MID MID的话 然后呢 就是这个地址里面呢 然后STAR NUMBER 应该包含这个 三个 这个优地区号 然后六个 应该这个应该第七个 所以STAR NUMBER 就取七嘛 那还好都三个字 所以呢 我就知道 取得中正区应该没问题 然后把它向下填满 看一下 应该区 那当然你想说老师 那我想知道 到底哪一区的 这个Wi-Fi热点最多的话 那怎么办 一样嘛 插入 再来就出你的分析表 因为我讲过啦 如果你要使用 枢纽分析表的话 其实并不难 最重要是你要先 确定一件事 就是你的这个资料里面 有没有你要分析的那个栏位 我要分析什么 哪一区的那个数量最多 那我就可以有区的嘛 然后呢 我就可以怎么样 再把游标放在这个范围 插入枢纽分析表 那一样把什么 把区拖到列 把区拖到值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就有数量呈现出来了 那我们可以 再把它排序 那一样啊 排序放在什么 B4上面 然后呢 你可以立到A 马上可以出现了 第一名的话 是在中正区 应该也不意外 因为 好像台北车站 就在中正区 那第二名的话 是大安区 那最弱的好像就只有28个 在大同 大同好像那边比较热门 应该是大稻城吧 OK 所以大稻城 我觉得那边蛮好逛的 但是没有WiFi 其实对有一些游客来说 当然我们自己可能没感觉 可是对于外国观光客 我觉得WiFi还蛮重要的 尤其我们出国的时候 他可能会 特别会花很多钱 在那个网路频宽上面 也不可能每天都吃到饱 所以会想说 那买流量 买固定的就好了 可是有的时候 会相对比较仰赖那个WiFi 所以如果有WiFi 而且比较好连的话 那当然呢 就会是一个指标 最后当然一样 你也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再绘制成什么 插入一个 这个 树柳分析图 旁边一群 你可以把那个12个行政区 然后你再把它上面的名称换一下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 再把它统计出来 大家延伸 思考的方向大概是这样 所以你们可以 针对你比较有兴趣的一个题目 然后去找找看 那找完之后的话 我是希望说 你可以配合函数 跟配合枢纽分析表 那把这个结果给统计出来 那并且呢 把这个图表 也许这个截图 你可以把这个图 和这个表 直接就帮我放在Word里面 让我知道 原来你最后 可能你前面有个预期 你预期 我觉得应该 台北市应该是WiFi热点最多的地方 但是 最后我得到的结果 却不是这样子 OK 反而是 台中市 反超了台北市之类的 OK 那你大概也比较戏剧化一点 至少 我觉得这统计资料上面 其实就比较有趣味性 甚至有点是感觉比较有期待性 OK 然后最后的话 那你这边就可以把它改成 就是区吧 OK 就是每个工作表 也许你再把它改个名称 那这边的话 也许你可以把它改成叫枢纽分析 OK 大概是这样 我大概为大家举例来说明 所以你们可以试试看 我刚刚做的重点再回顾一下 一 我是从开放资料里面 去找全部的资料 全部里面的话 建议各位 可以上面有很多类别 我刚刚用的是CSV 那CSV里面的话 我是按照什么 浏览的次数 由多到少 排序的方式 那我好像找到第二页 才找到我覺得 我比较有兴趣的题目 所以我剛剛是用iTaiwan的公共區域的免費上網 其中的話我是把這個檔案給下載下來 所以這個地方你們可以試練習看看 試一下 另外當然你可以看到檔案類型裡面除了CSV之外 其實還蠻常遇到的有一種就是所謂的API 這個格式其實越來越受到 一般的像網路之間資料交換的時候 常常會用到這個Json格式 但這個格式跟各位講 如果你假設你要用它的話 就會相對的比較複雜 因為如果你要把它打開的話 iSale是無法直接打開的 它好像用這個…我看這個軟體可以打開 它這個…可以變這樣 它是一個Index檔 所以如果假設你們要開Json的話 其實比較麻煩 我暫時不建議 因為它算是比較進階一點 如果你要開的話 另外一個方法 乾脆直接拖拉到瀏覽器 我用瀏覽器來開 直接拖拉到瀏覽器 它也可以開起來 那這個Json的話 格式你會發現 哇…你會發現 跟這個CSV比起來的話 哇…那簡直就是複雜的 難度又更高 不過當然你仔細分析 它裡面的結構 主要大概有幾個組成的 你可以把它Ctrl加放大放大 有沒有…你會發現 它其實大概組成不外乎就是什麼 中瓜糊 所以我頭…尾巴一定是一個 後面的中瓜糊 然後再來就是大瓜糊 那裡面的話 一定有個Key跟Value Key的話是放在冒號的前面 那Key一般白話的意思 你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什麼 藍位名稱 OK…所以… 這個…它的藍位名稱也只叫Site ID 然後這個的話 應該是…就是你的…在哪個位置吧 然後…前面你會發現 因為它每個都是藍位名稱 後面就放它的資料 那…藍位名稱會不斷重複 有沒有…你會發現喔 這邊有個Site ID 有沒有…然後下一筆資料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這…金度、尾度嘛 然後…這邊看到…大瓜糊有沒有… 然後又來個Site ID 然後又放第二筆資料 所以你會發現喔 每一筆資料就在一個大瓜糊裡面 然後有個…Key Value 中間加冒號 這個就是Jason格式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你如果要假設喔 要把這個資料喔 解析變成表格的話 哇…你說…老師這怎麼辦 難度太高了 暫時啦 你們如果…假設你不想知道沒關係 但是你如果覺得有興趣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資料型態 因為未來很多的…這個… 背後的資料都是用這個方式 在…做資料的…這個…傳遞啦 OK…可能要特別小心喔 好啦…先試試看好了 把那個剛剛提到的這個… 就是i-Fi… i-Taiwan的這個… Wi-Fi熱點喔 無線上網的熱點的這個…先試試看好了 那再來的話也許… 小小看喔 自己…有沒有比較有興趣的喔 包含就是… 可能像之前同學做的比較多的喔 尤其像什麼交通啦 比如交通這個亂象喔 他想要去分析 其實在… 在開放平台其實也有 或者是治安喔 還有像… 好像大家對什麼出生率有沒有 到底出生率有多低 好像也都滿有關心的喔 不過可能還是針對你比較有興趣啦 你們自己再稍微逛一下喔 甚至其實上面不乏就是 很多像投資理財的資料 其實還滿多的 我是覺得… 這開放資料平台有滿多是可以拿來用的 只是說喔… 有些同學可能受限自己的那個能力吧 會怕… 即便拿到這個資料 也不知道怎麼分析啦 不過你們試試看好了喔 那待會我們… 再來看那個… 其他的部分 稍微說一下 其中報告喔 所以剛剛這個講的 主要是針對其中報告的部分 你們去… 從裡面去找一個題材啦 我只是舉個例子喔 像… 剛剛有提到像什麼… 人口密度這個也可以啦 人口密度… 你可以把這個人口密度打開來 其實裡面… 它一樣是CSV跟API 有沒有… 111年的… 有沒有… 如果你想知道 到底台灣哪一個縣市的人口密度最大… 有沒有… 那其實裡面都有資料 OK… 那… 而且它會跟你講編碼格是UTF-8 所以一樣喔 如果假設你看到UTF-8 那新的電腦的版本應該沒問題 可是如果你的電腦並不是最新的版本的話 有可能一打開是亂碼 如果打開亂碼的話 記得喔… 你就不能夠直接把CSV直接打開 記得要從哪邊打開 記得從資料裡面的… 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從文字CSV這邊喔 OK… 試一下